各位书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今天带来一部经典著作 大家可要认真听听了 这绝对是一部你不可错过的好书 这就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滚雪球 也就是巴菲特的财富人生 这部书的作者是施罗德 是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 这部书也是巴菲特唯一认可的 写他财富人生自传的书 所以相当有价值 我们马上就进入古神巴菲特的世界 时间拨回到2003年 在奥马哈的小镇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总部之内 本书的作者正在和古神沃伦巴菲特闲聊 也正是这个时间 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而作者当时的身份 是专门研究伯克希尔哈萨维股票的分析师 双方这次聊天的主要目的是 巴菲特希望作者来写这本书 而不是他自己动手 巴菲特说施罗德你会干的比我更好 然后老头就天南海北的跟作者各种审谈 至于怎么写这本书 完全由作者看心情而定 这本书从1999年7月份的太阳股年会讲起 这是一个高逼格的盛会 是一个各行各业精英和翘楚的聚会 而沃伦巴菲特自然也是焦点中的焦点 在那个科技股狂欢的年代 巴菲特不投资科技股 让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业绩有点落伍了 而巴菲特似乎也显得有点过时 大家追捧的都是那些互联网公司 那些新经济的领袖们 但巴菲特还是做出了精彩的演讲 而此次演讲也造就了很多的经典语录 什么短期市场是投票机 长期市场是称重机 投资对你的一个好处就是延迟消费 关于投资只有两个问题 你想得到多少回报 你想什么时间得到回报等等 巴菲特说所谓利率就是对时间的定价 金融之中的利率就是相当于物理学之中的重力 利率变化 所有的金融资产都会发生变化 一所说一鸟在手好过双鸟在林 而在金融市场上未必 1999年利率处于低位 也就是说明大家在减少储蓄 正在用前所未有的价格 去追逐那个林子里面的鸟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贪婪了 要说巴菲特确实挺有意思的 他站在台上刀逼刀 相当于指着鼻子骂街 那意思就是说下面你们做的这些科技大佬们 你们都严重高估了 显然台下的其他嘉宾脸色是相当难看了 但巴菲特不管那么多 他继续说 有且只有三种方法 股市会继续上涨 第一就是利率继续下行 第二是投资人继续追加投资 第三就是经济增长 快于以往正常情况 但显然当时利率已经低无可低 投资已经趋向极限 至于经济能不能因为创新引发繁荣 巴菲特说 虽然创新可能带给世界脱离贫穷 但历史上创新的投资者都没什么高兴的结果 换句话说 创新确实能推动社会进步 但这种推动力所获得的价值 你是抓不住的 他举例 美国2000家汽车公司 汽车也是工业文明最伟大的象征 但最后只有三家企业活下来了 而且这三家公司甚至一度低于账面价值 也就是说投资人几乎没有在汽车文明中赚到任何的钱 大部分都是损失惨重 甚至是血本乌龟 不光汽车还有飞机 历史上投资航空公司的人几乎都没怎么赚过钱 巴菲特还举例了那个著名的地狱发现石油的例子 用来嘲笑那些追逐流言的人 他说 看起来很有故事的东西 总是很好推销的 即使这是一个亏损的产品 这种赤裸裸的纸仓骂怀 让台下的人开始坐不住了 大家是相当的尴尬 尽管巴菲特已经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 但显然大家不会因为老巴的预警而离场 而只会认为这个老头子还落伍了 这就是巴菲特的悲哀 他总是被相当多的人当成偶像 受到大家的追捧 但其实他很难说服别人 这次在太阳谷的演讲 是他30年的时间里首次发表预言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真的被他的乌鸦嘴给言中了 2000年开始美国科技股泡沫开始破裂 股价暴跌 大批公司倒闭 比巴菲特更爱教育别人的 那就是查理庞格了 这个人我们之前在讲穷查理的时候讲过 他是个业余的科学家 几乎跨学科知识是相当的丰富 他是巴菲特的第一挑战者 基本上会否定巴菲特的每个建议 而巴菲特要做的就是判断 是不是要听查理盲格的 从而否定自己的计划 这两个人的搭档简直天衣无缝 但在1999年的时候 他们俩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就是不看好股市 更不看好科技股 甚至巴伦周刊还发了一篇文章 嘲笑不懂科技股的巴菲特 名字就叫沃伦 你怎么了 他们认为巴菲特已经是明日黄花 成为了过去时 在这一年底 很多巴菲特的追随者 纷纷投敌叛变 放弃了价值投资的理论 转而投向了IT股 而巴菲特却一直坚持 这主要得益于他的内部计分卡 这个东西在他的金融决策中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继续波动时钟 从头讲起 沃伦巴菲特的祖上是法国后裔 为了躲避宗教迫害 逃到了美国 开农场为生 后来传了几代之后 巴菲特家族追逐投金热 来到了奥马哈 开启了杂货店 他爷爷那辈开始 就留下了祖讯 一定要量入为出 花的要比赚的少才行 这也成为了巴菲特家族的传家宝 他的爸爸霍华德巴菲特 出生在1903年 学的是新闻学 大学毕业 却卖起了保险 但对政治是相当的着迷 在工作中结识了他的妈妈利拉 而他们很快结婚 并定居了奥马哈 最后成为了一个共和党的支持者 认为颗粒之繁荣能够持续下去 但大家知道 这一切注定都是幻觉 1929年10月29号 美国股市大崩盘 就在大危机的第二年8月30号 沃伦巴菲特出生了 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上面还有个姐姐 下面有个妹妹 而此时巴菲特的爸爸霍华德 已经群困潦倒 他所工作的银行倒闭了 甚至想回到家里的杂货店工作 但显然他爷爷已经支付不起 多一份工资了 不过他爷爷还是很够意思的 别担心 我尽量保证让你们不饿肚子 当时巴菲特一家都经历了大萧条 满大街都是排队取钱的人 但同样伴随的就是一家一家的银行 因为挤兑而破产 在这场危机之中 越来越多的国家脱离了金本位 因为大家欠的债越来越多 所以只能通过不断的印钞来偿还债务 而越是这样 信用就越是破产 信用没有了 金融和经济就更加完蛋了 整个世界进入了崩溃模式 但此时巴菲特的父亲却惊人介绍 干起了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工作 他们卖的都是相对于保守的公用事业类 股票和政府债券 在大家疯狂寻找避险资产的时候 他们的生意竟然还不错 再后来民主党的罗斯福上台了 开始了罗斯福新政 但霍华德这个共和党的拥顿 却相当的不满意 他觉得这个民主党的特权阶级代表 会弄脏国家的货币 会把美元引向灭亡 显然在政治远见上 巴菲特的父亲应该属于是白痴级别的 此时他爸爸身体也不好 患上了心脏病 而母亲丽拉则更加糟糕 巴菲特说 他的妈妈经常会翻脸比翻书还快 而且发脾气 发的毫无缘由 还容易翻旧账 并且无休无止 巴菲特小的时候 就是在这种责备程中长大的 但那个年代维持生活极其不易 而巴菲特他们家 虽然生活水平也在下降 但总体上来说 比别人家还是要好一点的 巴菲特从小就爱上了上学 但理由很奇葩 是因为不想跟母亲在家里待着 这时候他对数字很好奇 甚至专门拿小本记录 穿梭的汽车牌照 他在无聊的统计 汽车号牌上的数字和字母 出现的频率 他最后甚至自信 如果某天有家银行 要被抢了的话 他大概能够凭借这些记录 帮警察来破案 巴菲特是个典型的头脑 发达四肢简单的 体育是他的弱项 他几乎找不到 自己能够胜任的运动 乒乓球也许是他唯一一个不那么讨厌的运动 巴菲特对于商业是格外的敏感 他喜欢收集各种的瓶盖 但他不是积攒 而是要通过这个做统计 通过分类 他能够得出哪些饮料 在哪些区域更畅销的结论 小学还没毕业的 他已经热衷于 看世界年鉴这种综合统计资料了 这相当于一份世界经济社会的年报 他还喜欢打桥牌 喜欢这种能够体现智商的游戏 六岁之后 巴菲特就懂得做生意了 他从爷爷那里买来了口腔糖 然后挨家挨户的卖给邻居 赚取差价 又或者把可乐批发过来 一天一天的往外卖 还主动卖报纸 然后把赚的钱存到银行里 他十岁的时候 还去高尔夫球场外面捡球 然后出售二手高尔夫球 还去奥马哈大学的足球场 叫卖爆米花和花生 甚至美国总统大选 都成为了他的商机 他收集各种勋章 然后卖给那些粉丝们 巴菲特跟他老爸不同 谁当总统似乎无所谓 他的兴趣更在于赚钱 所以他经常在老爸的公司转悠 对于股市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特别是在黑板上 写股票价格这个事 他格外的着迷 那么巴菲特 到底是怎么接触到股票的呢 随后小巴菲特 还有哪些传奇的故事呢 他的内部计分卡又是什么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 各位说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讲讲滚雪球 讲讲巴菲特的故事 小巴菲特呢 经常在老爸的股票交易所是闲逛 然后呢 看着人家买卖股票 竟然越来越对此痴迷 慢慢的他发现一些规律 但他暂时又说不清楚 这是一种什么规律 1940年的华尔街开始复苏 但大家被29年的大危机是伤得太深了 心里的恐惧犹在 所以仍然需要经纪人士到处拉生意 以此偶然机会 老爸带着小沃伦去了高盛 让他见到了华尔街传奇任务 西德尼温伯格 一个从小杂役干起来的高盛总裁 他说西德尼很友善 而且很在意他的想法 对他影响深远 一天他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 叫做赚一千美元的一千招 这对于巴菲特的信力很大 他的最大爱好就是赚钱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翻动了这本书 第一句话就吸引了他 除非你开始行动 否则你不可能成功 要赚钱就要开始行动 这本书里大量的案例和赚钱的想法 所以所需要的就是让他照着去做 比如他会教你买一台秤 也就是称重机 然后放到市场中去 别人付钱给你称重 很快你就能赚到钱了 然后赚钱后就可以再买称重机 进一步的滚动 钱就能生钱了 这个富利的想法 第一次触动了巴菲特 他那时候就在算 如果他用一千美元起家 每年不多就增长10%的话 五年内一千美元就变成了1600美元 25年他就能有1万美元了 当用一个固定增长率 每年增长的时候 月到后来 数字将呈现几何基础的爆炸 当时10岁的巴菲特已经宣布 自己将在35岁的时候 会是个百万富翁了 而当时他手上能够调动的财富 大概只有120美元 巴菲特向他的姐姐多益斯募资 两个小孩一共花了114美元 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三股优先股 当时他的买入理由就是 他父亲觉得很好 一直在推荐别人买 但郁闷的是买进去之后 这个股票就一直在跌 他姐姐天天不厌其烦的提醒巴菲特 小子你的股票又跌了 弄得巴菲特都不敢跟他姐姐见面的 后来这个股票涨回来了 小巴菲特赶紧给卖了 把姐姐的钱还上了 俩人一共赚了5美元 但却玩了一把十足的心跳 不过悲催的是 这个股票天生就是来欺负小股神的 竟然很快涨了5倍 把沃伦长得是一脸懵逼 但他从中学到了三大教训 第一就是不能关注成本 第二就是不要抓迎头小利 第三就是千万不能跟别人借钱买股票 之后珍珠港遭习 他的老爸反对战争 反对罗斯福 所以要参加政治竞选 虽然失败了 但是仍然谋得了一份政府的工作 他们全家搬到了华盛顿 沃伦巴菲特也随之转席 在这里他前后喜欢了两个女孩 但都没有成功 不过巴菲特就是巴菲特 他把情场的失忆都转化成了商场的动力 炮牛虽然没成功 竟然把姑娘的家长都发展成了 他代理杂志的订阅客户 在这里上学 巴菲特依然是半工半读的方式 可能不光是缺钱 他喜欢赚钱的感觉 而且在课堂上 他也越来越导弹 竟然在上课期间 跟下面的同学下起了国际象棋 他的成绩并不好 大部分都是C或者D 甚至连数学也只有C 但他毫不在意每天想的还是热衷于送报纸 他只有在送报纸上表现出了天赋 想必当时他的父母都在喷血了 但他在14岁的时候 竟然不知不觉的已经积累了1000美元 但这个时候巴菲特的成绩差 投税甚至离家出走 这些他的父母竟然都不知道 他们的儿子正在走向犯罪 巴菲特和几个男孩竟然会去体育用品商店 去偷东西 此时巴菲特的家人才吓了一跳 儿子竟然变成了一个不良少年 甚至学校已经对他忍无可忍 竟然不让他毕业 但最后好在巴菲特就这么一直混到了高中 这时候他老爸跟他摊牌了 要么你好好学习 要么你就自力更生 家里有个熊孩子 工作也不顺心 巴菲特的老爸始终被排挤在同僚之外 简直是心力交瘁 但他的想法却很离谱 他总是想着让美国回归到金本位 这也难怪别人不喜欢他 没人跟他同盟 干了几年 霍华德巴菲特也没捞到什么政治资本 反而是一败再败 而沃伦巴菲特也特立独行 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跟同学一直是相处不好 他总是穿得破破烂烂 甚至他那个美女姐姐 见了他也会一脸嫌弃 两人经常在公众场合 视而不见 霍伦很讨厌自己的老师 讨厌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他听说老师买了什么股票 他就会跑去放空 然后拿着交割单去吓唬老师 他就是这么有病 一种蛇精病 但是虽然学校成绩不好 但却并不影响巴菲特的学习 他读过很多的人物传记 被卡内吉的书是深深的吸引 他读完如何赢得友谊 及影响他人这本书之后 若有所思了 他觉得确实该需要朋友了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 他到现在还记得 那就是如果你想得到 并增加你的财富 那就不能去捅那个马蜂窝 这就是老齐常跟大家说的 你如果觉得这个人很烂 你可以少跟他接触 但别去得罪他 只有一个让人喜欢的人 才会赢得财富和成功 巴菲特此时才恍然大悟 他努力学习这本书的内容 首先就告诉他 不要批评 谴责或者抱怨 卡内吉说 批评让人会陷入一种自我防御的状态 会让对方竭尽全力的证明自己是对的 批评别人是很危险的 会伤害他们的感情 甚至自尊 所以应该尽量的赞扬别人 而不是批评 这些内容深深的打动了巴菲特 他决定付诸实践 他开始变得不那么叛逆 试着给别人一些赞扬 然后通过数据记录下来 他发现当他赞扬的时候 果然往往能够获得超额回报 赚钱的欲望压制了他的叛逆 于是他知道这条规则有效 并将做出改变 但不要批评 要赞扬 说的简单 做起来却着实不义 巴菲特的方法是 如果你不能做到迎合 那就先努力做到 不那么让人讨厌吧 不能说出赞扬的话 那就先努力不说话 至少不说批评的话 17岁的巴菲特赚钱的能力 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 在当时已经算是个高薪人士了 而他除了送报 捡高尔夫球之外 还做各种生意 他很快想到了 当年那个称重机的案例 于是他跟别人合作 做起了弹体机的生意 也就是一种游戏机 他把机器放在理发店里 很快第一台的成本 就靠盈利给赚回来了 于是他投入再生产 结果买来了七八台机器 但此时有人提醒巴菲特 你得防着理发店老板 把你甩开 然后他自己买一台机器 跟他赚钱 巴菲特想了一想 决定编一个瞎话 他吓唬理发店的老板 说这台机器 你别看他每月能赚25美元 但你得花40美元 雇一个人每个月来给他维修 巴菲特对预测 也是越来越感兴趣 他竟然去赌马 而且似乎还很有心得 和朋友一起写了一本赌马的心得 取名就叫做稳健之旋 然后到处叫卖 巴菲特发现赌马是一个好行业 他利用的就是人的心理 赢了的还想赢 输了的想翻本 不把钱赔光 你是不会离场的 但他那时候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风格 巴菲特对于下场的赛马是了如指掌 这匹马赢过多少场比赛 在地底道得胜的概率会更大 他都很清楚 他通常很保守 只有在发现确定性的机会的时候 他才会下重注 转眼到了上大学的年纪了 巴菲特的家人 希望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学习 而巴菲特就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 你们开心就好 他的一个室友是个帅哥 还是个老兵 而别人很难忍受巴菲特的邋遢 他们经常会数了巴菲特 不要把毛巾到处扔 不要把剃须刀插着垫的时候 就放在水池子里 巴菲特那时候还天天在宿舍里 一边敲鼓 一边练歌 弄得其他室友 简直有一种一万匹草泥马 在狂奔的赶脚 后来他的室友 让巴菲特爱上了打乒乓球 每天巴菲特都痴迷于打球 一打就是四五个小时 这下大家的世界终于清静下来了 巴菲特在学校里吃饭的时候 也让人无法忍受 几乎天天都是牛排土豆可乐 牛排土豆可乐 从不换样 后来加入了一样巧克力圣诞 然后还是每天都吃 从不换样 这个时候的沃伦巴菲特 似乎突然开了天眼 在大学时代 他的学习不再是一塌糊涂 甚至可以用神童来形容 他不看书 不复习 什么功课都不做 但就是能记住教授的每一句话 还能把课文是记得滚瓜乱熟 甚至巴菲特上课的时候 还会调侃老师 您忘了 这句话中间还有个逗号 在所有学生最头疼的会计考试之中 老师还没有把考卷发完 不过伦巴菲特 他竟然站起来交卷了 这让其他学生实在是受不了了 有一种巨大的挫败感 他的室友们也纷纷离开了他 为了再次撩妹 巴菲特和朋友花重金买了一辆 比他们岁数都大的劳斯莱斯汽车 这车哪都好 就是冒烟 开到哪哪都看不见人了 于是他们只能修车 而基本修理的活都是他朋友干的 巴菲特一直神一样的存在 只是在旁边不断的鼓励他那个朋友 加油吧 1948年巴菲特的父亲所在的共和党 在竞选中再次败给了民主党的杜鲁门 他被政府扫地出门 不得不离开华盛顿 而巴菲特也终于找到了离开的理由 离开宾夕法尼亚大学 他决定去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林肯分院 完成学业 他的理由是这里的学费比沃顿更便宜 巴菲特的选择也让他即将面对人生的最大转变 在这里他将遇到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男人 这个人又是谁呢 咱们明天再讲吧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巴菲特的财富人生 1949年我们建国了 而巴菲特呢 这一年的夏天回到了内布拉斯加 他的第一件事不是到学校报道 而是赶紧在林肯日报找一份卖报纸的工作 他几乎把当时在华盛顿所有商业模式都复制到了这里 卖服装还倒腾高尔夫球 什么赚钱做什么 他此时呢开始投资股票了 买了一家叫做凯萨弗雷泽的汽车公司的股票 不过他不是做多而是做空 他觉得这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在大幅的下降 损失惨重 所以他肯定会做假账的 所以呢他就用五美元的价格借来股票卖出 然后等他跌到几分钱的时候 再买回来还归还股票 他在这里很快就顺利毕业了 之前一度验学的巴菲特 此时性情大变 他觉得他要继续学习而他下一个目标竟然是哈佛商学院 他自己认为在哈佛他将收获威望以及未来的重要人脉关系网络 此时的巴菲特他没有动用老爸国会议员的身份 事实上他老爸那种愣头青的性格很可能也未必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但是呢结果很糟糕 哈佛面试官竟然评估巴菲特 说他虽然已经19岁了 但看起来像16的 而情绪呢更看起来像9岁的 属于小破孩一个 随即拒绝了他的申请 巴菲特也是一脸懵逼啊 他还没有来得及展示他股票上的天赋 就被拒之门外了 当然这也是哈佛大学的巨大损失 那个面试官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快乐的玩耍了 巴菲特并不消沉 并没有改变他上学的念头 他快速翻动报纸继续寻找着下家 竟然在报纸中他看到了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是本杰明格雷厄姆 另外一个叫做戴维多德 他们两个都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 巴菲特读过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 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很深 格雷厄姆也成了巴菲特的精神偶像 而多德是格雷厄姆的活伙人 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教授 他们合作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证券分析 是聪明的投资者的专业版 聪明的投资者是证券分析的通俗版 是给外行人看的 巴菲特正是看了聪明的投资者 随即转变了他投资股票的方法 而在这之前 巴菲特他也是个技术分析派 也经常试图通过数学计算 来算出股票的运行规律 直到看了这本书之后 他才迷途知返 巴菲特曾经说 读完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 他就好像找到了上帝 所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话不说 巴菲特就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 期待见到这位偶像 而事实上 确实也是因为格雷厄姆 成为了改变古神一生的那个关键人物 不过有个巨大的问题 他现在申请有点太晚了 但沃伦巴菲特并没有放弃 他写了一篇申请的申请书 直接发给了多德 就这样 他没有面试 就直接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这两位教授不得不说是十分幸运的 当他们的名字跟巴菲特联系在一起之后 才成为了华尔街永恒的经典 有的时候不得不说这就是一种命 巴菲特被哈佛拒绝才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人的一生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造成的 我们极力去争取 但也不用太在意每个诚实的得失 有的时候某种不如意和失败 可能反而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机会和更大的成就 对于巴菲特来说 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要远比芝加哥的哈佛大学对他更有帮助 巴菲特第一次上多德老师的证券分析课 他说由于这本书他太喜爱了 他甚至比多德对于这本教材更加了解 他可以引用书里面的任何一段话 这本七八百页的书 他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熟悉里面每一个案例 巴菲特喜欢多德的每一堂课 比如对于维耶铁路债券进行估值 这正是巴菲特的最爱 所以在课堂上几乎成了多德和巴菲特的一对一教学 所有的问题都被巴菲特一个人给包园了 其他人也在学习 是在混学历 而沃伦巴菲特是用生命在学习 就好像打王者荣耀一样的权勤投入 所以最后的差距是巨大的 巴菲特此时对于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以前他只知道卖报纸 无意中投资了一个农场 然后几年后以五倍的价格出售了 这期间他把农场租给农户 还分享了农户产生的利润 所以这就是根植于巴菲特脑海之中的投资 获得所有权和收益权 然后承担风险 最后享受高溢价的价差 在随后的投资实践中 大多数都跟买这个农场是如出一辙 既要低估 未来还要有增长 然后还得每年产生收益 还用这一套模式思考着每一个的生意 巴菲特在这里结识了很多志从道合的伙伴 他们都是格雷厄姆的追随者 或者说是铁粉 当格雷厄姆开班讲课的时候 甚至连高盛的交易员都会偷偷的潜伏进来 然后对格雷厄姆分析出来的股票 马上买入 足以见得当时学术明星的影响力之大 在这点上 巴菲特是非常幸运的 他能够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 给了他相当大的启发 巴菲特想了解格雷厄姆的一切 当然包括他的股票 其中的GECO 也是政府雇员保险 格雷厄姆还是他的董事局主席 巴菲特马不停蹄的过去做调研 碰到了戴维森 一个有着经历丰富的人 也是从底层做起的企业高管 他跟戴维森常谈 让巴菲特了解了保险公司的运转模式 他明白保险公司就是收取客户的保险金 然后进行投资 增值后 以保障客户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拿别人的钱免费用 以后的保险费支出 要从投资收益里面赚取 这对于巴菲特而言吸引力很大 他说 该口是一家永远不会赔钱的企业 随后巴菲特到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重仓持有 该口保险 但当时的价格显然超出了 格雷厄姆低价买入的理念 不过没关系 巴菲特从戴维森那里学了很多 他认为该口正在快速的成长 价格并不重要 他还写了一篇研究报告 说该口保险五年后的价格有望翻倍 但这种理论当时是不被认可的 他们都觉得巴菲特疯了 格雷厄姆是一个很难跟人沟通的人 虽然他的追随者众多 但却少有知己 主要因为太聪明 知识太渊博 也是苦出身 但从小到大 他都是学霸 他从华尔街的小跑腿干起 起初只是传递信息 之后改写报价版 然后同时他把证券当成了事业 虽然在干着打杂役的活 但是格雷厄姆去练习的写报告 并自学有关证券的知识 直到一天 一个厂内经纪人把他的报告 给了巴窃公司的合伙人 于是他们聘请了格雷厄姆成为了正式的统计分析员 再之后他步步高升 成为了纽伯格汉德森诺比公司的合伙人 1923年他更是有了自己的事业 开创了自己的公司 后来他在一个叫做纽曼的客户 跟他一起成立了合资公司 建立了联合账户 不过250万美元 他竟然给亏到了37.5万美元 之后又是纽曼让他的岳父继续来注资 才拯救了公司 格雷厄姆慢慢的才把钱赚回来 纽曼说格雷厄姆是个怪人 经常和合作伙伴发生各种各样的争吵 比如他曾经买过一个石油管道公司的股票 当时价格是65美元 而他却拥有95美元每股的铁路债券 所以格雷厄姆觉得价值严重低估了 然后买进去 积极的推动这家公司 向股东出售他们手里的债券 从而达到变现的目的 但却遭到了怒怼 你要不满意可以随时把股票卖了 别老逼逼我们的经营 但格雷厄姆还是在剧里力争 他甚至野蛮收购 要争取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 最后他终于成功了 成功的把董事会给忽悠住了 他65买的这只股票 结果迫使董事会给股东们发放了 大约和每股110美元的现金和股票红利 格雷厄姆可谓是一战成名 而他日后的教学中 也多采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新环例 在格雷厄姆的投资生涯中 他战胜了市场 但战胜的却不多 大概只有每年多跑赢 2.5% 20年算下了 也只比指数涨幅多赚了65%而已 巴菲特上格雷厄姆的课一样很入迷 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绝不把回答问题的机会留给其他同学 于是课堂又变成了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对话时间 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 其实就是脱离成长 静态的评估企业 找到低估的公司 比如一个人他手上有5万美元的房子 和4.5万美元的贷款 然后储蓄还有2000美元 那么他这个人的价值评估就是5万减去4.5万 然后再加上2000 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7000美元 至于他以后能不能再赚钱 格雷厄姆不考虑 如果以总价7000美元以下的价格 购买这个人发行的股票 那么就是划算的 最终他的价格会反映他的价值的 另外他还提出了安全边际的概念 也就是可以留给你出错的空间 还比如说那个人的例子 7000美元的资产估值 那么如果6800美元卖给你 按说就已经划算了 但问题是你有可能算错呀 弄不好他就不值6800美元 所以如果你要评估这个人是7000美元的话 最好等他跌到4000美元的时候再买 这就是格雷厄姆的基本思想了 他还会交给巴菲特什么呢 咱们明天继续讲 昨天我们说到了巴菲特 终于跟格雷厄姆开始学习股票了 而格雷厄姆呢 交给他的是如何测算股票的内财价值 并要在低估的股票上 加上明显的安全边际 另外要利用好市场先生这个角色 他是你的仆人 而不是你的主人 他每天会给你提供股票的买入卖出机会 他定的这些价格通常都是不合理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低买高卖的过程 格雷厄姆交给巴菲特 一定要做好最坏的假设 也就是多考虑公司倒闭价值 如果他的价格已经在破产清算价值之下了 那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也正是因为此 格雷厄姆对于巴菲特投资该口并不满意 他认为价格太高了 没有安全边际 随着学业接近尾声 其他同学都在忙着去找工作了 比如什么通用克莱斯勒洛克菲勒 而巴菲特却一心一意只想给格雷厄姆工作 他在格雷厄姆那里拿到了A家的结业成绩 所以他信息满满的去申请这份工作 但没想到的是 格雷厄姆竟然拒绝了这个明星的学生 而理由是当时华尔街不雇用犹太人 所以格雷厄姆反其道而行之 他只雇用犹太人 巴菲特还真不是个犹太人 所以没机会 而巴菲特只能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回到家好事就来了 他开始想恋爱了 但他的社交能力很差很差 跟女孩约会总是出现各种状况 他甚至开个灵车去接女孩 为此呢 他甚至一致千金 拿出一百美元去上卡内基的课 他喜欢一个女孩 是他妹妹安排相亲的室友 叫做苏珊 但苏珊对于巴菲特并不感冒 而另外一个姑娘是内布拉斯加小姐 叫做范尼塔 这个女孩很漂亮 也很有趣 对于巴菲特也很有好感 但是很不安全 总爱干一些出格的事情 这让巴菲特是十分的危险 有一次巴菲特带他赴宴 这个美女突然上来直接就说 她是巴菲特的妻子 这让老巴同志感觉到十分的尴尬 巴菲特意识到 她可能是故意在玩我 所以坚决离开了大美女范尼塔 而死追苏珊 但苏珊的身边却不缺优秀的男孩 而且看起来个个都比巴菲特强 巴菲特在里面并不出众 但巴菲特同志还是很有一套的 搞不定苏珊就去搞定苏珊的爸爸 他经常跟苏珊的爸爸聊天 而当时呢 他爸爸正在为女儿找个犹太人而烦恼 恰巧遇到了巴菲特这么酷的云备胎 巴菲特是个新教徒 是个共和党人 还是个议员的儿子 苏珊的爸爸竟然觉得巴菲特是泡泡糖之后的最好的事物 然后竟然生生的把女儿苏珊丢给了巴菲特 是的 就这么着巴菲特抱得美人归了 21岁的巴菲特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赚钱养家了 格雷厄姆拒绝了他 而他回到了远离纽约的奥马哈 他要想靠做股票经纪人赚钱 难度是相当的大的 但巴菲特对于自己的投资能力 可比泡妞撩妹自信多了 此时呢 他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2万美元 并在最近一年是财色兼收 不但找到了媳妇 还在投资市场上大赚了75% 虽然他已经展现出了天赋 但却仍然不被别人看好 这其中就包括他的老爸和格雷厄姆大师 但这些都没有用 信自己就够了 他甚至从银行贷款了5000美元 因为他看到了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他爸爸虽然不支持他这么早 就去靠投资为生 但还是帮他担保 支持了他 并且把他介绍给当地最著名的股票经纪公司 巴菲特上班之后呢 打电话给自己的所有亲朋好友 把该扣的股票推销给他们 他说这家公司总有一天市值是10个亿 所以呢 如果我有千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个百万富翁了 所以我需要175万股 那么大家就帮忙凑凑钱吧 巴菲特是个很蹩脚的经纪人 他总是自说自话 完全不顾及客户的感受 他的逻辑也根本无法说服对方 没人相信一个21岁的毛头小伙子 特别是当格雷厄姆都在卖出该口的时候 他就更加难以取悦别人了 而事实上只是格雷厄姆的投资人在抛售该口 而建立新的合伙关系 而并非是格雷厄姆本人在卖 为了进一步的推销股票呢 巴菲特走上了讲坛 他效法格雷厄姆要成为一个股票的培训师 那么他觉得这个十分有意义 可以教育投资者 但梦想很丰满 不过现实却很骨感 巴菲特当年遇到的情况跟老齐现在一样 虽然他不断的给大家讲授股票投资的方法 但总是有一些人问我们该买什么样的股票 什么样的股票不该买 巴菲特显然比老齐要牛逼多了 他每次都能把提问的股票讲上个五到十分钟 包括财务数据 基本面 甚至图形等等 最后的结论就是 如果是我 我就卖了他 然后去买该口 这就是巴菲特老师的相当可爱之处了 不放弃任何机会 推销他的该口股票 但是显然21岁的巴菲特还不能称之为股神 他也还是需要在股市里面交学费的 比如他动员所有的人买了煤炭股 结果跌去了一半还多 他买了纺织股 本能以为可以有高比例的分红 但对方却突然取消了分红 这让巴菲特心里有一万匹草泥马在狂奔了 除了骂街 他无计可施 接着他又投资了一个加油站 还是让他足足赔了2000多美元 此时巴菲特还不明白 他现在还不是股神 只是一个蹩脚的股票经纪人 他的工作应该是忽悠别人买股票 买的越多越好 操作越频繁 他的收入也就越高 而不是该去给别人分析股票建议的时候 特别是建议别人长期持有该扣20年 这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建议 他会饿死的 所以巴菲特在这个时候明白了 他愿意管理他们的钱 而不是去简单的给他们推荐股票 此时巴菲特受到了极大的挫败感 这时候想到了结婚冲冲起 巴菲特和苏珊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们这段失败的婚姻开始的时候还是充满了温情和甜蜜的 结婚后 巴菲特果然迎来了转机 他的老师多德把他推荐给一个叫做价值线的投资调查公司 做个调查员 一年的收入可是七千美金 当时可以说是收入不菲了 但人家巴菲特根本就不想干 他不甘心当一个调查员 于是他继续痛苦的思考着 而此时他老爸支持的共和党 再次在竞点中输给了艾森豪威尔 他们一家从华盛顿又回到了奥马哈 全家人都显得很消沉 巴菲特就更加消沉了 这时候多亏他的新媳妇苏珊 他知道巴菲特很脆弱 他不光在生意上很失败 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很没有自信 所以不断的安抚慰藉 巴菲特对苏珊的依赖也是与日俱增 20岁的苏珊确实是个好姑娘 她开始学习做家务 开始学习做饭 尽可能的开导巴菲特 并照顾她的起居 在此期间 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 叫做苏倩 巴菲特虽然事业不如意 但她依旧有一个重返纽约 为格雷厄姆工作的梦想 所以总是不断的去跟格雷厄姆 事处保持联系 她的坚持不懈终于打动了格雷厄姆大师 巴菲特终于被录用了 于是她迫不及待的返回了纽约 巴菲特为格雷厄姆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整理烟蒂公司 那些便宜又不受重视的股票 就叫做烟蒂 格雷厄姆总是想捡起来 然后重新点燃 吸上重重的最后一口再扔出去 格雷厄姆也怕踩到雷 所以她尽量分散投资 小额投资 但巴菲特可不一样 她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她只研究那些少数的股票 硬度去投资 格雷厄姆看待股票和投资 是一种学者心态 她希望做对每一道题 而至于赚钱不赚钱 其实并不重要 巴菲特就完全不同了 巴菲特要的就是赚钱 即使错了 只要能赚钱也是可以的 巴菲特对钱的渴望 也让她越来越吝啬 从不轻易干洗衬衫 只买过期的搓堆 卖的杂志和报纸 在下雨天才洗车 这样更省水 这都是股神干的事 在纽约没几年 她生了第二个孩子 这个男孩叫做霍伊 是一个爱哭爱闹的宝宝 当时美国的coco价格飞涨 于是格雷厄姆看到了商机 正好有家公司在大量的出售coco 想套现换取股权 然后格雷厄姆展现了高超的套利技巧 他先买入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然后用股票跟他交换coco豆 他给这个交易设定了 两美元一股的利润空间 为了防止coco豆的价格突然下跌 他还卖出了coco豆的期货 从而锁定利润 而巴菲特深暗此道 所以他是执行套利的第一人选 他研究了很久的套利 基本上可以稳定安全的 获得每股一美元的利润 但是最后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他觉得套利赚点小钱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拿股票换完了coco豆 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价肯定会更高 会有更多的人等coco价格上涨 而卖掉股票 另外管理层回购股票 股东权益肯定是增加的 所以他决定不套利了 干脆跟管理层抢股票 同时通过放空coco期货来保护自己 结果按照原来的计划 他只能赚到444美元 但巴菲特临时改变的策略 最后却让他赚了13000美元 此时的巴菲特正在逐渐蜕变 那么他跟随格雷厄姆之后 还完成了哪些投资呢 又有什么神奇的经历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各位书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呢 咱们继续讲讲滚雪球 巴菲特的财富人生 巴菲特跟随格雷厄姆工作之后呢 人生开始开窍了 他跟随格雷厄姆一起研究 发现了一个公共汽车公司的股票 这个公司呢 当时已经跌破了净资产 股价反映出来的市值 还不如他在银行里面的现金的一半多 那么巴菲特兴奋了 他说这就是扔进去五毛钱 掏出了一块钱的游戏 于是他甚至登广告 到处去收购这家公司的股票 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不同 格雷厄姆是学者法 他会通过各种的公开数据 去研究这家公司的股票 而不会登门拜访 巴菲特就不同了 他更愿意去实地看看 最后他调研后发现 这个股票一股是35美元 但却能马上分红50美元以上 所以你很快就能收回投资了 巴菲特在这次交易中 一次性收获了2万美元 整个家族都感到惊呼 他们家还没有人单笔 能赚这么多钱的 最重要的是 巴菲特几乎还没冒什么风险 突如其来的横财 并没有让巴菲特得瑟起来 他依旧是很抠门 吝啬到了极点 他给苏珊的生活费 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苏珊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 原来自己家都这么有钱了 只用了一年半 一个一无所有的 毛头小伙子巴菲特 就从一个基层的雇员 几乎享有了 格雷厄姆公司 合伙人的地位 虽然还没有名分吧 也许只是因为巴菲特 没有投入过一毛钱 在公司里 而事实上 对于巴菲特而言 让别人用他的钱来投资 这是一个完全 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1956年开始 格雷厄姆已经有点厌倦投资了 他准备要退休了 他更喜欢女人 做学问以及艺术 而不喜欢名利场了 所以他和公司的 另外一个合伙人都要退休 与此同时呢 他们给了巴菲特 合伙人的机会 如果巴菲特愿意的话 这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甚至可以改名为 纽曼巴菲特公司 然而巴菲特的举动 却再次出人意料 他拒绝了 他已经有了 跟格雷厄姆 并肩战斗的经历 也明白了投资市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觉得已经没必要 继续留在纽约了 他要走了 要回家乡了 回到奥马哈 继续他的投资事业 他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而不是成为某人的继承者 26岁的巴菲特 回到了奥马哈之后 甚至用到了退休这个词 他当时呢 有17.4万美元的资金 他的年开销只有1.2万 所以他觉得 他如果能够让这笔钱 继续保持增值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退休了 他预计自己在35岁的时候 肯定会赚到100万美元 相当于现在的800至1000万美元 而事实上呢 巴菲特的计算是有些保守的 因为在这之前 他每年的财富增长率 竟然高达61% 退休是个玩笑话 他急需的就是在投资市场上 证明自己 证明他不仅仅是格雷厄姆的跟班 于是他要成立一个公司 这是他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因为他可以在家里工作了 那么问题来了 他要拉谁入伙呢 巴菲特的自信心是相当脆弱的 他不愿意别人对他的投资 进行品头论足 所以他决定先从自己的亲人下手 于是他的妻人合伙公司 在1956年的5月1日正式成立了 其中他的岳父投了25000美金 他的姐姐一家投了1万美金 他的姑姑一家投了3.5万美金 他的大学的第一个室友 就是嫌弃巴菲特拉他 乱扔衬衫的那位 投了5000美金 室友的妈妈呢 投了25000美金 还有一个发小投了5000美金 这是第六位合伙人 他自己呢 就是第七位合伙人了 奇葩的是 巴菲特自己只投了100美金 他觉得他这叫智力投资 不知道那六位人兄看到巴菲特这么干 是何感想呢 是不是有一种上当的冲动 不过巴菲特随即发布了分配方案 让大家放心了 他说4%以上的收益 我拿一半 4%以下的只收1% 如果不赔不赚呢 他自己就没钱可赚 而且他承担最后的无限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他会为这笔投资兜底 当时呢 拥有一套房子 是每个美国年轻人的梦想 跟现在的中国差不多 丈母娘也是逼着你买房的 但是巴菲特并不会这么干 因为他觉得他可以拿钱赚到更多的钱 没必要把钱都扔在房子里 所以他决定先租房 房子还够住就好 格雷尔姆的公司关闭了 他的一些客户竟然转投到了巴菲特这里 一个哈佛大学的物理教授 带着他的12万美元投到了巴菲特名下 但他们的要求是巴菲特只能提取利润的25% 相对应的也不需要巴菲特承担任何的连带风险 之后又一个朋友跟他成立了BC公司 投资5.5万美元 至此巴菲特可以管理的资金连带他自己的钱 加起来一共超过了50万美元 巴菲特的投资还是遵循着格雷厄姆的法则 尽可能的找那些通过分红就能赚回投资的公司 比如他去乡下收购股票 当时有一家保险公司 发行原始股的时候100美元一股 卖给了村子里面的人 然后股价一直跌 跌到了30美元 而且根本没人愿意买 而这个股票 现在的分红就已经高达了29美元 其实这种事情挺多的 当年万科上市的时候 也是在村子里兜售原始股的 还有沈阳金杯汽车厂 当时的股票是厂长在马路边上摆摊卖的 于是巴菲特出手了 他到村子里面慢慢买 先从35美元叫价起 然后最后一次加价出到了100美元 他最终收集了2000股 占公司股份的10% 在这家公司上 巴菲特和他的其他一个合伙人竟然赚了十几倍 随后又有几个人不断的拿钱给巴菲特成立新公司 包括戴维斯夫妇 他们拿出了10万美金给巴菲特 这已经是他成立的第五个公司了 巴菲特有了更多的资金头寸 也就证明他会越来越忙 而他能赚到的利润也会越来越多 他已经做起了资产管理人的角色 此时的苏珊又准备生孩子了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准备降生 这时候巴菲特才考虑到了买房的事 他花了31500美金 买了一套法纳姆街道上最大的房子 他把这个房子命名为巴菲特的蠢事 因为他觉得好贵 按照他的计算 31500美金 12年后可能价值100万美金 所以他始终感觉自己亏大了 苏珊又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彼得 这个孩子以后会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家 此时的苏珊对于新房子特别的感兴趣 他满怀热情的来装修这套房子 竟然不知不觉的花了15000美金 甚至占到了房价的一半 沃伦巴菲特知道之后 做了一个非常悲伤的表情 他感觉跟要杀了他是一样的 他说这个事太傻了 简直跟花30万美元去捡一个头一样傻 可见巴菲特又把投资复利算进去了 此时的巴菲特虽然越来越成功 但他的名气还不很大 特别是做不到全国之名 他还需要打着格雷厄姆的旗号 到处的招摇撞骗 他只要一提格雷厄姆 就会很容易的抽搐资金 而格雷厄姆呢 也很乐意于给他这个得意的门生做背书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巴菲特的投资队伍之中 甚至他讲课的那些学生 以及教授他卡内级口才课的老师 都被他拉下水了 那会儿的巴菲特十足像个骗子 他让大家去投资 承诺高额回报 但又不告诉大家他买了什么 怎么看都像个庞氏骗局 如果沃伦巴菲特要生在咱们这儿 应该可以用非法集资定他的罪了 枪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巴菲特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即使出现过也基本上跑路或者被枪毙了 故事讲到这里应该可以给巴菲特画成一个阶段了 这个阶段之前 巴菲特买入的股票基本都是格雷厄姆的投资方式 也就是说减烟地的投资 用便宜的价格买入高内在价值的股票 然后抽上一口就扔 他的这种投资风格一直让他很成功 但离大富大贵成为股神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直到他碰到了另外一个男人 他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男人 这个人日后会跟随他五十年 这就是查理芒格 他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1959年巴菲特在一个宴会上 邂逅回家给父亲处理丧事的查理芒格 两人是一见如故 芒格比巴菲特还要大六岁 也是奥马哈人 从小还在巴菲特家的杂货店打过工 所以两人是一见如故聊了很多 芒格这个人 我们之前在穷查理那本书里讲过了 这里就不多说一说了 他是一个法官的孙子 是个律师的儿子 不变了几乎所有的专业 却拿不到学历 不得不在哈佛法学院继续深造 他们家最不缺的就是孩子 二婚的他 家里的小孩数量 已经接近于一支足球队的水平 他只能不断的赚钱来供养小孩 偶尔还做做投资 而此时的巴菲特跟他聊的就是赚钱的事 两个对于钱极度渴望的人走到了一起 巴菲特给他讲了自己赚钱的经历 然后努力的吹牛逼 终于吸引到了芒格 芒格也在第一眼就认定 巴菲特绝不是一个普通人 两个人相互吹牛之后 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开创了50年不败的投资基业的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各位所有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讲讲巴菲特的财富人生 上回书呢 我们讲到了巴菲特和查理芒格第一次会面 此时的巴菲特掌管的资金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 但这些钱并不都是他的 很多都是合伙人的 不过巴菲特也逐渐遇到了困境 那就是按照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这本书 已经找不到什么好股票投资了 捡烟蒂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 巴菲特赖以吃饭的绝招失灵了 所以一旦有个好机会 他就会买很多 比如桑伯恩公司 这是一家做地图的公司 然后他把地图卖给保险公司 再然后跟随保险业开始并购 慢慢的更像一家保险公司了 他的股价是45美元 而他所投资的资产大约和每股是65美元 所以巴菲特重仓下去 竟然持有了三分之一的资产 他一度进入了董事会 巴菲特很逗逼 他提议把财富分给股东本 但很显然管理层拒绝了 事实上经过大萧条之后 很少有公司愿意把珍贵的现金给分出去 然后管理层一边抽血价 一边跟着巴菲特对骂 而巴菲特则气得心疼干颤 那是我的钱买的血价 此时他想到了格雷厄姆的方法 如果要逼对方就范的话 就得继续收购股票 所以他让所有认识的人 都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野蛮收购 随后他终于掌握了控制权 股市也处于了高位 巴菲特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这家公司手里掌握的资产都变现出来 但他的提议又被董事会给拒绝了 此时巴菲特再次干颤 他说如果你们要再不干活的话 我就举行特别董事会 跟宝能要踢走万科是一样一样的 但那是在美国 巴菲特最终取得了胜利 但这次赢得十分精简 不过好在巴菲特获得了进一步的升级 他终于学会如何跟董事会打交道了 现在的巴菲特的举动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 资金就像潮水一般的涌来 巴菲特也是寒信带兵 多多益善 他已经开到了十几个合伙公司 他更多的抛头露面 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股市的专家 他越出名呢 募集来的资金也就越多 而资金越多 他也就越出名 此时他设置了一个门槛 八千美金以上 才能给我投资 太小的钱 巴菲特已经看不上了 以前他是求着别人来投资的 但现在呢 别人要求着他帮着打理财富 当然他也被很多人质疑 说他一文不值 看着吧 沃伦巴菲特很快就要栽大跟头了 然而巴菲特的业绩还是很稳定的 他四年翻了2.4倍 也就是说 他每年的投资收益率在22%左右 而同期市场的投资收益率不到10% 当然巴菲特的分配方案让他没少赚 他从公司已经赚到了24万美元 他又把这笔钱扔回到了公司里面再投资 1960年的时候 他已经拥有了公司13%的财富 这时他仍然是个光杆自立 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 不过1962年他终于顶不住了 他把所有的合伙公司都放到了巴菲特公司里 这家公司净资产竟然高达了720万美元 规模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这么大的规模 总窝在卧室里办公 确实显得有点不正规了 也显得很low 弄得审计师和会计师都在质疑他的实力 于是巴菲特终于下决心 出点血出去租个办公室 不过1962年的市场并不好 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3% 巴菲特的投资也损失了7.5% 这时候他经常给投资人解释的一句话就是 当别人贪婪你要恐惧 当别人恐惧你要贪婪 而现在就是你该贪婪的时候 此时巴菲特看上一家公司叫做丹普斯特墨房 这是个制造风车的企业 股价18美元 账面价值高达72美元 他的资产就是风车 巴菲特想到的是 即使把他的公司清算掉 然后他还能够赚钱 于是他就不断的买入 获得了公司的控制权 1962年 巴菲特公司里面的燕蒂公司的股票 占到了21% 他总是在完成一笔交易之后 才给股东们解释他的做法 几乎从不提前说明 但这一次他遇到了麻烦 因为他看似很牛逼的交易里面 其实是危机重重 丹普斯特采购的太多的配件 堆满了仓库 而巴菲特投入了100万美元的这家公司 竟然最后还不出钱了 银行准备拿这些存货去做贷款抵押品了 各种债务纠纷也分支塌来 于是巴菲特急坏了 他甚至把格雷厄姆和芒格组织在了一起 来商量对策 他们一致认为是管理者出了问题 于是查理芒格给巴菲特推荐了一个人 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 当然使得哈利波特跟魔法没什么关系 不过此人上任之后 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规模的收缩业务 竟然奇迹般的把公司给拖回来了 但是这时候巴菲特显然已经陷入到了这家公司里面 他不再敢去分配现金了 因为只要往外一分配 公司立马又会出现财务问题 所以他只能试图卖出这家公司的股份 但似乎无人愿意接盘 正当他到处登广告拍卖公司的时候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和老员工们不干了 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工作的地方竟然会被卖掉 然后再被裁员 这家度过了最大经济危机 都没有倒闭的企业竟然要被巴菲特给玩死了 于是他们坚决反抗 甚至一个阵子的人都开始反对巴菲特 而巴菲特呢也是饱饱心理苦 喂我拯救了你们的公司 你们这些人讲不讲道理啊 但讲道理是没用的 全阵的人存了三百万美金 把巴菲特踢出局了 虽然拿到了现金全身而退 但是这次经历把巴菲特简直吓尿了 没有想到投资差点酿成了流血事件 芒格对于巴菲特的帮助 他一直记得 也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巴菲特说芒格的最大问题就是 孩子太多 负担太重 他不能轻装上阵 否则拼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赚得更多钱 他一直鼓励芒格 法律才能赚几个钱呀 有时间你去多想想投资的事吧 而芒格也真听话 他果然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并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里面抽身出来 但芒格一开始却热衷的是炒房子 芒格比巴菲特内向多了 所以他的筹资很困难 他总认为 身是应该拥有自己的钱 而不是舔着脸到处要钱 所以他的规模要比巴菲特小得多 于是芒格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加杠杆 用杠杆来放大资金 他比巴菲特更愿意承担债务 只要看准了的机会 芒格愿意多借钱去投资 芒格一直追求的一种投资 那就是不用持续投钱进去的生意 他吐出来的现金比吃下这些资金更多 那就最好了 不能总是今年赚了钱 还得拿赚的钱回去再投资 以保持生产规模才能守住市场 他喜欢拿走钱的感觉 不喜欢总是纸面财富 比如他投资的卡特比勒 就比较糟糕了 这是一家著名的拖拉机公司 总是把拖拉机堆积在院子里 为了形成销售 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 进去开拓市场 在找不到这种交易对象的时候 他就做一些套利 而套利中他觉得没什么风险 所以他会经常孤注一掷 甚至放大杠杆 芒格对于巴菲特还是相当钦佩的 甚至经常请教巴菲特 咨询巴菲特的意见 他们也会互通有无互相介绍好的项目 巴菲特当然乐于结交芒格这种朋友 聪明人总是喜欢跟聪明人在一起 巴菲特主动选择去加里弗尼亚度假 主要因为在这里可以跟查理芒格 长时间的交谈 此时芒格跟巴菲特讲 他觉得格雷恶母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 他总觉得明天好像很危险的样子 咱们兄弟俩天天捡烟头抽上一口 这是不是有点太low了 芒格试图努力让巴菲特 从格雷恶母的悲观投资中走出来 而巴菲特其实也是个乐观主义者 他相信经济会越来越好的 事实上他老爸霍华德巴菲特 才是个悲观主义者 他总觉得以后美元将会一文不值 民主党不断的把美国引向崩溃 而沃伦巴菲特一直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天生就同悲观的情绪作斗争 之后格雷恶母也是个悲观主义投资代表 只有芒格是他遇到的第一个乐观的朋友 而经过芒格的提醒 巴菲特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增长学说 也就是相信未来是好的 企业会越来越大的 此时他开始接受废血大师的影响 成长优先 价格其次 而在此时正好有一个巨大的交易机会摆在面前 巴菲特从此将走上他辉煌的人生 那么这又是什么机会呢 咱们下期再讲吧 各位书友大家好 昨天我们讲到了巴菲特开始接触废血的思想 乐观的看待世界 很乐观的看待未来经济的发展 相信世界是好的 他决心要找到成长股 而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有一个豆油的交易商 他用假库存蒙蔽了美国的运通公司 因为本身呢 豆油这个事就没人能算得清楚 这个奸商在仓库里加满了海水 只在检验员能看到的地方放置了一点点豆油 就这么瞒天过海 他还在整个市场上操纵豆油期货的价格 并通过杠杆交易大比例的买入 让全世界都感觉所有的豆油都在他手里 而美国运通的就是他的担保人 但突然间美国政府终止了和苏联的合作 让豆油市场价格暴跌 突如其来的黑天鹅打爆了他的仓位 让这一切完全败露出来 美国运通则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而且还祸不单行 如果单就是豆油的问题也就算了 当时肯尼迪总统还遇刺身亡 让美国股市还整体暴跌 再加上运通自己的丑闻 让这家美国最有声望的金融公司的股价瞬间腰斩 这是一家刚刚兴起的金融公司 它在个人信用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主业是做旅游支票的金融方案 也成功的发行了信用卡 在那个年月绝对是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 即使出现了豆油事件的污点 但人们还是乐于相信美国运通 它的主业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而此时巴菲特可谓是手握重金 他拥有的资本接近1750万美金 但此时巴菲特不得不为一件事分心 那就是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 在此时去世了 巴菲特一家陷入了悲痛之中 在处理完丧事之后 巴菲特终于可以全情投入到美国运通公司的投资上来 此时他已经买了3000万美元 现在他建议美国运通应该主动承担责任 赔偿银行们6000万美元的损失 很难想象一个吝啬的巴菲特会要求运通主动去赔偿巨款 莫非是脑袋袖斗了 其实不然巴菲特觉得 这个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信用 他就是用信用在做生意 如果不在信用上承担责任 那么必然是品牌受损 以后就没有前途了 如果他承担了6000万美元的损失 不但信用不会受损 反而会变成加分项 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6000万美金对于美国运通这样的公司来说 将显得可有可无 所以他甚至主动写信给美国运通的CEO 建议他去承担责任还表示自己可以出庭作证 而此时美国运通的CEO克拉克也正有此意 只是那些股东不同意 所以他才左右摇摆 巴菲特的提议还让他坚定了立场 事情果如巴菲特所料 美国运通的股价大跌 但很快就涨回来了 巴菲特继续加仓到430万美元的美国运通 占了他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但他并没有收手的意思 在1966年已经投下去了1300万美元 这时候开始巴菲特已经跟格雷厄姆的思想有点背离了 他在美国运通上显得是孤注一掷 巴菲特显然已经厌倦了 每天去找那些烟地骨了 他想做一笔大生意 用巴菲特的话来说 他现在觉得运通是一个定性的生意 而不是定量的 老齐给您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投资 而不仅仅是赚钱那么简单 在锁定了美国运通之后 巴菲特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伯克希尔哈萨维 这时候伯克希尔还是一家纺织厂 巴菲特开始围着他打转了 观察他分析他 此时纺织业已经被大的工业化冲击 陷入了全球的低成本竞争 进而影响了他的价格和利润 来自海外的低成本 已经让这种工厂无利可图 伯克希尔则一轮又一轮的产业升级 添加了新的机器设备 耗资上千万美元 但是基本没什么卵用 巴菲特当时又犯了检验地的老毛病 他算了算 这些新购置的机器设备 大概也能值上每股19.46美元 但当时这家厂子已经连续亏损了9年 所以没人相信他会好起来 股价已经跌到了7.5美元 所以用格里奥姆的理论来说 当时这是一笔赚钱的好生意 于是他就开始上手买入了 而且是一直买 这让伯克希尔的管理层查询到了 于是他们开始要约收购 那意思就是我不想被你巴菲特把企业抢走 所以要以一个更高的价格把我企业的股份买回来 这郑重巴菲特的下怀 他当时买入股票的目的就是为了高价卖出 于是他们见面了盘收购 巴菲特给对方开出的是11.5美元一股的价格 比他当时买入的价格高了4美元 双方不置可否 然后散会了 之后对方发出了收购要约 价格是11.375美元 仅仅比巴菲特的出价低了12.5美分 但老巴同志仍然很恼火 他为了区区12.5美分 决定不卖了 并且继续收购 现在看来是相当的意气用事 他当时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竟然发誓要把伯克希尔给买下来 而完全不顾及 这是一家没什么希望的纺织厂 此时他已经忘却了当年 丹普斯特风车公司的教训 巴菲特最后连管理层的股票也拿走了 他持有了这家公司49%的股票 足以保证他的话语权 下一步他要换人了 把家族企业的管理者全部踢出局 他物色了一个工厂的小人物 把他扶到了总裁的位置上 此时的媒体又来了 他们说一个外部利益者正在接管公司 并把巴菲特贴上了一个工厂清盘人的标签 那意思就是老八你要过来 工厂将倒闭 然后所有工人都将失业 而巴菲特呢 马上做出承诺 并发誓他会让公司运行一切照旧 此时的巴菲特还在洋洋得意 他觉得用一个好的价格买到了一个生意 这个烟蒂看起来还挺有味道的 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这个想法 巴菲特此时的公司资产规模达到了3700万美元 他在美国运通上的投资赚了几百万美元 而他呢也终于到了35岁的年龄 他不再是个百万富翁 事实上他此时的股权资产已经高达了680万美元 他老婆一度认为这么多钱已经够花了 所以你还是尽量多管管家里的事吧 但是显然巴菲特是不会同意的 对于投资他很内行 对于家庭他可是个纯外行 不给苏珊添乱就不错了 不过随着巴菲特的钱越来越多 烟蒂已经不够用了 他总是很苦恼 到底该投资一些什么呢 一个穿衣邋遢 毫无品位的中年男人巴菲特 却掌管着一个纺织厂 这种组合完全就是个错配 巴菲特对于衣物来说 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他对于整个行业也不了解 所以他要学习 以至于他要去拜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 试图进入零售行业 他和芒格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哥特斯曼 合开了一家叫做多元零售的公司 然后呢 他们一起借钱收购了科恩百货公司 但之后他们才发现麻烦不少 这家百货公司总是要求他们出钱干这个 干那个 一会儿要装个电梯 一会儿要开个店铺等等 这时候巴菲特觉得不对劲啊 按照格雷厄姆的理论 只要是低估买入就能赚钱 但他买了这个商店之后 才发现要不断的往里面扔钱 而且根本无法抽身 而那些投资呢 也并没有转化成产出 甚至变成了一个地区四家商店的相互恶性竞争 没办法显然这次投资超出了巴菲特的能力圈 所以让他越陷越深 他为了摆脱这个泥潭 就不得不继续学习 甚至继续收购 他又看上了一家卖女装的连锁店面公司 最后经过激烈的谈判 600万美元拿下 而这个很有能力的创始人留任公司 巴菲特喜欢这种成功的精神 他也希望这个人可以顺利的 把他从科恩公司 以及伯克希尔的泥潭中给拔出来 1966年的巴菲特资产将近1000万 但他又让苏珊失望了 他并没有回归家庭的打算 因为他还远远没有赚够 另一方面呢 他此时遇到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他买来的燕地公司 似乎已经并入高荒 完全脱不了手 为了减少给股东们的分红 巴菲特提出了 甚至用年化7.5%的公司债来交换股票 这样的结果是 反而他的仓位越来越重 这与他要把钱从纺织行业里 拿回来的初衷是背道而驰 巴菲特感到不安 他觉得马上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业绩就会严重拖累他 所以他希望赶紧找到解决办法 这时候呢 巴菲特又注意到了一家国民赔偿的保险公司 这几年他的投资生涯中 总能在保险公司上赚到不少好处 所以他特别喜欢金融保险 而此时这家公司正在寻求出售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飞奔了过去 那么这家保险公司 跟他的那个陷入泥潭的纺织厂 就有什么联系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各位书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来到老齐的读书圈 看滚雪球品味巴菲特的财富人生 昨天呢 我们讲到了沃伦巴菲特在洽谈一家保险公司的收购 但是呢 价格有点问题 对方开价一股是50美元 这超出了巴菲特的估计 但是他思索再三还是接受了这个高价格 这反而让对方是一脸懵逼 他本来以为会讨价还价的 但巴菲特这么突然痛快的就答应了 这让他觉得出价有点低了 巴菲特之所以被敲竹杠 主要是因为他想把伯克希尔哈萨维给置换出来 他觉得纺织的生意简直糟糕透灵 巴菲特想的是拿保险公司来募集资金 然后去投资其他公司 这样别的公司产生的收益也可以用于支付保险的赔偿 换句话说 他拥有保险公司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便宜的钱 1967年美国发生骚乱 著名的马丁路德金做了演讲 这让巴菲特重新审视了他的投资 他觉得有必要下调投资目标了 他觉得每年9%的增长目标就已经够了 他要的是稳定的和持久的赚钱能力 即使每年只有9% 20年下来也能翻5倍还多 对此他给出一个很开放的态度 投资人可以选择撤资 他并不强留 果然有160万美元的资金走掉了 但很快他公布了1967年的业绩 增长36% 打败道琼斯指数一倍 现在巴菲特已经不为钱而工作了 他已经开启了一个个人兴趣的工作模式 而这将让他在投资的道路上更加游刃有余 只是伯克希尔和科恩百货 这两家公司还是那么的糟糕 没有任何的起色 但即使顶着这两个雷 巴菲特在12年的投资生涯里 还是获得了年化31%的回报 这个数字让他的批评者是哑口无言 1968年中期 巴菲特终于决定对伯克希尔下手了 他已经烦透了这家纺织厂 他想把公司卖掉 而且是坑自己人 他想把公司卖给芒格 但芒格也不傻 肯定不会接受烫手的山芋的 但是他倒是可以出主意 于是两个人商量 咱们干脆先合伙买下一个叫做蓝带印花的公司 这是一个做优惠券的公司 为什么买这家公司 因为他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服存金 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预付款 也就是说你要先存进去一大笔钱 才能享受服务 所以他的现金流是很充益的 巴菲特就喜欢这种可以得到大量现金的公司 他买该扣保险 以及国民赔偿保险 都是这个目的 他这种善于投资的人 当然是钱越多越好 现在这家公司的经营理念正在遭到质疑 所以价格不高 于是巴菲特他们就开始收购蓝带印花的股票 他动用了所能动用的资金 都投入到了这家公司之中 但随后而来的是 好像人们逐渐的对这种印花公司的商业模式失去了兴趣 他当时也没想好 买就买来吧 先放在那得了 在此时呢 市场上开始了一种新经济的浪潮 大家都在热炒英特尔的股票 而巴菲特呢 则完全没有信心在这个领域里做好投资 他总是说自己完全不懂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不看也不做 更不眼红 两次投资零售的经历 让他知道守住自己的能力圈有多么的重要 卖衣服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完全搞不懂的电子科技行业呢 此时巴菲特发现一家银行生意很不错 那就是伊利诺伊国民银行 美国财政部确认独占注币权之前 这家银行是特许经营的 巴菲特发现他能发行自己的货币 这简直就太美妙了 巴菲特的身价此时已经2600万美元了 但是相比于能印钱的银行家阿贝格来说 还是小屋见大屋 他甚至萌发了一个想法 想把自己的头像印在钞票上 与此同时 他还对新闻业很感兴趣 大概跟他从小卖报纸有关吧 于是他买下了奥马哈太阳报 用伯克希尔哈萨维当成他的持有者 巴菲特算了一下 他买下来要花125万美元 每年回报是8% 新闻业的回报是很低的 但没办法 第一他很喜欢 第二他的钱闲着也是闲着 巴菲特买下奥马哈太阳报只是个开始 他通过这个报纸呢 混入了出版界 劫持了很多大佬 之后他又投资了华盛顿月刊 他希望成为合伙人 从事新闻行业 而不仅仅当一个出资人 即便这个行业根本就不怎么赚钱 此时巴菲特有一种玩票的心态了 果然很快一颗炸弹就爆炸了 巴菲特宣布退休 1970年他要关闭合伙公司 巴菲特的举动还有一层深意 那就是警告这个市场太热了 股价太高了 但是呢 巴菲特的举动让所有人都高兴不起来了 特别是他的合伙人们 当然他的老婆苏珊除外 正当巴菲特开始准备关闭合伙公司而努力的时候 美国从越南撤兵 道琼斯指数暴跌了19% 市场开始崩溃 而巴菲特持有的蓝带印花这只股票 却因为解决了反托拉斯诉讼的问题 把利润一下释放出来了 一下子让他们反而赚了不少钱 巴菲特也经常举行格雷厄姆信徒的聚会 讨论投资问题 他们总结零售公司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投资领域 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之前好的零售企业未必会一直好 总有新的销售模式出现 会对渠道的公司不断的产生冲击 所以短期内渠道为王是没错的 但长期会有更迭 另外他认为债券投资不如股票投资 长期来看肯定股票回报更多 因为债券这种东西很糟糕 承担了极大的风险 对方困难的时候随时可能不还钱 而当对方一旦经营好转 他三分钟就会抛下你 所以给你获得的回报却是固定的 那么股票就不同了 他在早期的时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但后期的回报却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时间是好公司的朋友 而是普通生意的敌人 时间会改变很多原来的赚钱模式 从他1957年入市以来 以每年31%的回报增长财富 1万美元的财富已经积累到了2650万美元 但巴菲特的生活仍然只是小康水平 他的形象也并不比流浪汉要好多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钱对于巴菲特来说 跟电子游戏里面的经验值似乎没什么区别 在解散了合伙公司以后 道琼斯果然暴跌了800多个点 但巴菲特也并非从此退休 而是在考虑他手上还有两块山芋没有处理掉 一个就是伯克希尔哈萨维 这个公司究竟该怎么办呢 他说这个公司大约每股值45美元 而只有16美元来自于纺织业 其他部分来自于他对外部的控股和投资 其中就包括那家国民赔偿保险公司 还有伊利诺伊国民银行 以及那家奥马哈赛杨报 他觉得纺织业基本没前途了 所以不知不觉他已经玩起了控股的游戏 巴菲特给了他的合伙人一个选择 他们可以把现金拿走 把股票留给巴菲特 也可以继续持有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 而当时巴菲特其实是希望他回收股票的 不过他也显得很诚实 把伯克希尔的内摘价值写信告诉了大家 他说伯克希尔仍然可以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同样方式处理的还有多元化零售公司 以及蓝带印花公司 合伙人都可以自由选择钱还是股票 要知道大家被巴菲特突然解散合伙公司搞得是很头疼 他们不知道以后自己的钱该怎么办 所以他们问巴菲特你怎么看这三家公司呢 巴菲特说他可以继续的持有并且继续收购 那么对于合伙人来说 如果他们继续跟随巴菲特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话 也就意味着仍然是他的合伙人 他们不相信这几家公司 但至少还可以相信巴菲特本人 所以最后巴菲特清算合伙公司中不但没有付出很多的现金 反而拿到了不少现金 于是他就继续收购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 他自己在伯克希尔里的股份从18%上升到了36% 而多元零售里面更是上升到了39% 现在他已经实质控制了两家上市公司 不过蓝带印花的麻烦似乎更大 因为70年代初美国油价暴涨造成了物价上升 大家都在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通过收集优惠券而果断消费的商业模式 已经全部蒸发了 此时喜尸糖果这家公司出现在了巴菲特的视野之中 这家公司因为经营困难 现在寻求出售 巴菲特和芒格调缘了这家企业 他们的评价是多么奇妙的公司 但唯一有一点问题就是太贵了 喜尸糖果标价3000万美元 而其资产仅仅价值500万美元 每年可以赚400万美元 其他的都是他的品牌 声誉和商标的价值 很显然不符合格雷厄姆的投资理论 那巴菲特是怎么说服务抠门的自己的呢 他给自己吃了个宽心丸 说这就像一个利息9%的债券 而且他的收益还在增加 大不了呢 我就当花2500万美元买了个债券吧 另外呢 巴菲特想 如果喜尸糖果 每一磅糖果涨价15美分 他就能多收益250万美元 而实际上喜尸糖果有这个涨价的能力 因为大家都对他太喜爱了 所以如果涨价之后 他的资本回报率能达到14% 这就比债券有吸引力多了 想通了这些 巴菲特和芒格决定用已经没什么前途的蓝带印花公司 去收购喜尸糖果 出价2500万美元 之后爱吃甜食 并且爱喝可乐的巴菲特 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了喜尸糖果的事业上来 其实此时的巴菲特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投资转型 那么这对于他的财富人生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又能从中领悟什么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 各位书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讲巴菲特的财富人生 昨天我们说巴菲特用自己已经衰落的蓝带印花 收购了喜尸糖果 此时他的妻子苏珊看上了翡翠湾的别墅 他跟巴菲特软磨硬泡希望买下这座房子 而巴菲特是最讨厌买房子 他认为钱投资在这里面根本无法创造价值 但碍于苏珊的祈求他还是心软了 所以他找了两个谈判高手去搞定房东 结果他接到了个电话 谈判高手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15万美元你真的买到了这个房子 这意味着苏珊又可以他的装修了 也意味着沃伦巴菲特将消耗更多的钱在装修上面 而这个时候美国的电视行业逐渐成为朝阳行业 而对于传媒行业如此着迷的巴菲特自然也很感兴趣 正好一个开电视台的朋友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把巴菲特引入董事会 但巴菲特尽管很喜欢 不过还是拒绝了 理由是太贵了 那时候的电视台就跟现在的新媒体一样 遭到市场的爆炒 巴菲特觉得根本就没办法去赚钱 所以他很喜欢 但让他烧钱玩票他是不干的 不过不用多久他就后悔了 有一家叫做沃斯堡的电视台 让他感觉错过了好几个亿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的他还是一门心思在出版页里面转悠 只能玩玩报纸 甚至他愿意直接指导编辑记者去报道一些选题 他很享受这种当主编的感觉 比如他亲手策划了奥马哈太阳报 报道儿童成一个福利机构大举筹敏财的事情 引起了新闻界的震动 为此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还给了奥马哈太阳报 授予了最高的奖励 随后奥马哈太阳报 进一步获得了普利策地方调查奖 地位甚至可以和华盛顿邮报平起平坐了 但其实巴菲特清楚 这并不能改变奥马哈太阳报尴尬的经营困境 1971年 巴菲特仍然在继续收购出版业 他和芒格先是买下纽约克的股票 然后请人牵线搭条 结识了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 他不是要买华盛顿邮报 而是反过来要让华盛顿邮报买他的纽约克 但显然对方并不感兴趣 巴菲特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这个寡妇凯瑟琳成为朋友 两年后 华盛顿邮报深入报道 挖掘了水门事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百度一下 在这里咱们就不追溯了 尼克斯总统爆出了丑闻 而且华盛顿邮报抓住不放 追踪报道了好几个月 此时的尼克松政府已经与华盛顿邮报结下了深深的梁子 华盛顿邮报赤裸裸的遭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威胁 甚至有人反对向他们旗下的电视台颁发牌照 这就意味着可能影响他们利润的一半 华盛顿邮报的股价暴跌了一半还多 而此时或不担心 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去世 律师清理资产 5万股的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寻求出售 这个消息传到了巴菲特的耳朵里 他毫不犹豫的全部吃进 而买入的主体仍然是博克希尔哈萨维 但巴菲特买入绝不限于这5万股 他一口气吃进了5%还要多 手里一共拿了23万股 而在此之前 巴菲特还用博克希尔买下了波士顿环球报的股票 这时候凯特林慌了 他觉得自己失去了 支持他的董事长很可能会失去报纸 但巴菲特随后给他写了一封信 说这只代表我对新闻业的热爱 你继续执张你的报纸 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 其实此时的巴菲特考虑的并不是生意 而是一种收藏家的喜好 他在收集他的玩具而已 此时的凯瑟林已经收起了两年前的傲慢 主动约巴菲特这位投资人见面 而见面的时候 巴菲特甚至感受到了凯瑟林的恐慌 而巴菲特则尽可能的安慰他 说自己什么都不懂 不可能全面接管媒体工作 所以他们决定用AB股的方式来合作 具有决定权的A股 还是留在凯瑟林的手中 而巴菲特只要收一全 他当天下午就花1000万美金 买入了12%的股票 并且保证没有凯瑟林的同意 巴菲特不再购买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了 而此时 华盛顿邮报的危机也得到了缓解 尼克松政府干预了司法独立 引发了群情激愤 所以民意站到了华盛顿邮报这一边 而此时尼克松政府已经自古不暇 所以直到此时已经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巴菲特和凯瑟林成为了朋友 不过好心办坏事 凯瑟林为了感谢巴菲特 还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大的上层社会晚宴 但此时的巴菲特仍然是一个屌丝装容 除了赚钱和有钱之外 其他什么都不会 在上层社会眼里 他就是一个来自奥马哈的爆发户 这让巴菲特当晚是备受打击 到1973年巴菲特已经不再是一个检验地的投资者了 而是一个拥有伯克希尔哈萨维和多元零售的商业大羹 而芒格则执掌着蓝带印花 里面装着喜事糖果 这种错综复杂的商业关系 天然让巴菲特和芒格走到了一起 而此时巴菲特特别崇拜的一个人就是戈登华莱士 是一个商业奇才 他手下的公司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一层练一层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控股模式 为此巴菲特主动跟他见面 就是为了跟人家好好学习学习 此时巴菲特和芒格也觉得这是一个绝招 比如已经完全没什么价值的蓝带印花 里面装上了喜事糖果 一下子就有了利润 已经衰落的伯克希尔装进去国民赔偿保险 就好像没那么糟糕了 而且随着那些公司的赚钱 而母体不赚钱 慢慢的赚钱的子公司的份额也就越来越大 现在你很难说伯克希尔 它是一家纺织厂了 它看起来更像一个保险公司 这时候他们又遇到了西海岸的一家公司 叫做韦斯克金融 就是一家经营存款和贷款的小贷公司 但此时这家公司刚好要与另外一家 叫做巴巴拉的公司合作谈判 芒格想阻止这场合并 因为他们觉得那家巴巴拉公司 根本不值这个价钱 于是他们暗地里买了8%的股票 但后来却发现至少买50%才能够阻止 所以他只能找韦斯克金融的人好好谈谈 但芒格不善于交谈 他觉得自己是个绅士 所以这种讨价还价的生意人嘴脸 还是要让老巴同志去吧 巴菲特果然不如使命 通过三寸不烂之蛇 说服了公司的管理者彼得斯 他同意协助巴菲特他们 阻止董事会 做出公司合并的方案 此时的华尔街感到惊讶 天哪 他们认为巴巴拉公司给韦斯科 开出的价格已经是天价了 从而批评韦斯科的人毫无进取精神 股价也从18美元跌到了11美元 这让巴菲特他们好像欠下了一个巨大的人情 有点骑虎难下了 如果此时他们低价收购 那就太败人品了 于是巴菲特他们决定高价收购 用每股17美元的价格收购韦斯科金融 收购母体就是蓝带印花 巴菲特买了蓝带印花的股票 然后蓝带印花拿了钱去买韦斯科金融的25% 之后巴菲特拥有蓝带印花13%的股份 成为了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 之后蓝带印花持续收购韦斯科金融 但收购价下调到了15美元 直到持有股份过半 芒格升任了韦斯科金融的董事局主席 这样巴菲特的俄罗斯套娃又装进了一个优质资产 1974年的股市出现了严重的下跌 巴菲特很多买入的公司都跌到了两成以上 但他并不慌张 他甚至陶醉在这样的气氛之中 他一路吃尽 因为他其实要的就是每个企业背后的现金流 而股票到底值多少钱 他并不在意 他甚至买自家的伯克希尔和蓝带印花 买到了自己弹尽粮绝 从身价上看 巴菲特非常富有 但却是个现金穷人 但他的公司却有大量的现金可以用 特别是伯克希尔 因为里面装着保险公司 所以有的是钱 巴菲特看到了这个好处 他又用伯克希尔里的钱 创造了另外一家保险公司 也就是内布拉斯加再保险公司 他把这个资产装到了多元零售里面 这样两个的壳子里面就都有了保险公司 也就有了充具的现金流 然后三家公司交叉持股 形成了一个集团军 此时他们三个合伙人的利益 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巴菲特的钱多 特别是保险公司里面的付存金巨大 所以总是跃限到别人的领地去 比如巴菲特不断的买入蓝带印花 就进入了芒格的势力范围 1969年有一本书叫做超级货币 把巴菲特塑造成为一个伟大而成功的投资家形象 让他相当的出名 而此时巴菲特名为退休 但其实工作相当繁忙 而且跟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雷厄姆 是接触越来越多 也正是在凯瑟琳的斡旋之下 巴菲特1974年正式加入了 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 与巴菲特的春风德一相比 芒格就有点糟糕了 他的投资在1974年的股灾之中 折损了一半 这让他没法跟合伙人交代 那么芒格又有什么办法 能把损失的钱赚回来呢 巴菲特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